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识作诗都识偷诗 今天读一首五言六诗 道经门送别 离白 朗语 清风 道源经门外 来从楚国幽 山吹拼野尽 降入大方楼 月下飞天镜 温生结海流 迎恋故乡水 曼尼松亨州 渡远经门外 经门 三名在京湖北省 一都县湿北 长江南岸 我们老远地 从故乡来到京门山 来从楚国游 楚国 京湖北 湖南一带 这是古代楚国 所在的位置 山水 平野尽 尽 结束 消息 只见一路上 高低起伏的山远 随着平原的深沿 而消息 江路 大方流 大方 指大地 广阔的原野 那浩瀚的江水 依旧朝着茫茫大地 不停奔流 月下飞天镜 怒夜了 皎洁的明月 仿佛一面飘浮在天字的镜子 云生 结 海楼 海楼 至海市 城楼 光线 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 而产生 折射 使远方景物 出现在眼前的 一种幻象 称为 海市 城楼 通常 通常是用来比喻 虚万不实的景物 迎领 故乡水 宁 宁爱 爱惜 故乡水 故乡的 姜水 在这里 只藏姜水 我想告诉你的事 希望你要珍惜 故乡的姜水 万里 万里 送 醒 周 毕竟 他曾流过千山万岁 来为你送醒 这是一首 送别朋友的诗 诗人礼拜 送朋友离去 两人搭船 一直来到金门山外 天下 天下 没有不散的 宁爱 分手的时候 终来临了 迎领 故乡水 万里 送 醒 周 虽然 诗人 讲的是 故乡水 但是 你是否 听出了 他的 另一场 恒意 希望 你要珍惜 我们 之间的 情谊 好 我们用 华语来读一遍 渡远 京门外 来从 除果游 山水 平野 尽 江路 大 方流 月下 飞天 尽 云生 解 海楼 引领 故乡水 万里 送 醒 周 雷 由 重 분위 吉桑 感谢观看